我会等18人,主席游召集委员美女,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一,审查,行政院行情审议,证人保护法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与洗钱防治法第14条及第15条条文修正草案,二,继续并案审查,行政院行情审议,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委员蒋万安等26人理据,洗钱防治法第10条条文修正草案, 委员曾明忠等18人理据,洗钱防治法第3条及第11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许舒华等17人理据,洗钱防治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吕玉林等20人理据,洗钱防治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徐国勇等19人理据,洗钱防治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许舒华等17人理据,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 本次会议由委员,科学委员建民等12人提出咨询,委员宁维州,宁俊县提出书面咨询,决议 1.行政院含情审议,证人保护法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与洗钱防治法第14条及第15条条文修正草案 1.报告局審查完毕,进行逐条审查 2.证人保护法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照案通过 3.洗钱防治法第14条及第15条条文修正草案,不予审议 4.本案审查完毕,拟据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爵,需交由党团协商 4.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美女出席说明 2.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报告局寻查完毕,令定期继续讨论 3.委员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覆者 请相关机关紧述送交个别委员基本委员会,宣读完毕 请问各位委员,上次的会议记录有没有错误或是遗漏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一事录确定 那现在我们来介绍列席的官员 首先来介绍法务部部长邱泰山处部长 谢谢部长,以及国际级两岸法律司司长蔡秋明 法务部调查局毒品防治处处长苏中山 经济犯罪防治处处长武荣春 法务部联政署素坦组组长汪南军 好,没关系 那待会儿进来我们再补充介绍 以及陆委会的副主委张天青 陆委会的法政处副处长周明锐 谢谢 还有行政院我们海岸巡防署的情报处处长张忠龙 外交部调缘法律司司长丁乐群 好,谢谢 那以及司法院的司法行政厅副厅长许旭胜 内政部警政署行政警察局副局长吕春长 内政部移民署专委杨文凯 以及海基会的法律处处长黄国瑞 好,谢谢 我们今天排庭的议程是邀请法务部部长 以及行政院陆委会的副主委 来就我们520后的海峡两岸共打的犯罪 以及司法互助的协议运作的情形 来进行专案的报告 并被质询 那我们现在先进行报告 请我们法务部部长来做报告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媒体女士先生 各位我们委会的贵宾 大家早 那今天奉邀列席贵委员会 那就520后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及司法互助协议运作情形 议题提出专案报告 并被质询 仅将相关作为叙述如下 那进行各位委员指教 第一 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迄今执行的这个状况 那为保障海峡两岸人民权益 维护这个两岸交流秩序 裁判法人这个海峡交流基金会 与海峡两岸关系协议就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与联系事宜 于2009年4月26日签署这个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以下简称本协议 那以建立两岸司法互助合作机制 促进两岸社会安全与和谐 那并保障两岸人民的相关权益 那法务部呢是受指定 那担任我方协议的联系平台 那对应大陆地区公安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四个机关 执行或授权我方司法警察机关 执行协议合作的事项 那合作的事项呢 主要包括共同打击犯罪 其中呢有包括包含情姿的交换 合作协查 弃捕遣返刑事犯 与这个刑事嫌疑犯 那此外还有司法文书的送打 那调查取证 受刑人的移交以及双方同意的 其他合作事项 比如人身自由受限制的通报 非病史通报等 那双方业务主管部门人员呢 并进行定期的工作会晤 人员的复访跟业务培训合作 那从本协议生效到今天呢 两岸司法互助相互请求协助的案件呢 到两千二零一六年八月底止 那已经达八万七千零二件 那完成的部分呢 有七万零四百九十五件 其中文书送达的部分呢 共有六万七千一百零三件 那完成的部分有五万六千两百八十七件 人身自由的通报方面呢 双方合计共有八千两百一十三件 那在请求调查取证方面呢 共有一千九百二十六件 那完成的部分有一千三百七十四件 在情之交换方面呢 那双方合作的件数有五千九百三十九件 那两岸人员呢 共同侦办跨境电信诈欺 毒品人口犯运等案件方面呢 共破获一百八十五件 那逮捕嫌犯呢 八千八百二十九人 此外就通缉犯这个弃捕 那遣返的部分呢 陆方向我方完成遣返四百六十二人 那我方呢向陆方完成遣返十二人 那在两岸这个罪章 就是账户的这个返博方面呢 是一百零二年六月间呢 大陆首次返返我方账款 迄今呢总共返返了六件 那累计以返返人员人民币呢 约两百九十七万五千余元 那我方呢返返大陆呢 罪章的账款的部分呢 有五个案件 那累计呢返返的金额 有新台币一千六百七十万元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针对只针对 这个一零五年民国一百零五年呢 五月二十号以后 本协议的运作情形 那第一个部分呢 在例行业务方面呢 那就五二零之后呢 协议合作的事项 例如司法送达文书 调查取证 人身自由受限制的通报 人数正常运作 案件数量也没有显著的变化 自五月起到八月底止呢 那相互请求的件数有三千零六十八件 完成的件数有两千八百二十六件 那在调查取证的部分呢 有一百六十六件 那人身自由的通报呢 有六百八十五件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在共同打击犯罪方面 那就共同打击方面 的这个犯罪的合作方面呢 在情织的交换 合作的协查 那弃捕的遣返 大陆与否方的互动 那明显的有趋返 目前就两岸电信诈欺专罪的部分呢 陆方为与否方进行协箱下 进行呢将台籍嫌犯遣返大陆呢 自一百零五年四月肯亚案期 到九月二十日 柬埔寨的这个案子指呢 共有一百一百九十八名台籍嫌犯 被遣送至陆方 那虽然陆方呢 对被遣送至大陆的台籍嫌犯 是否向我方呢 仍然有进行所谓的人身受限制的通报 那并且均依照本协议的这个规定呢 于知查查知嫌犯的年级资料 这后呢完成人身自由受限制的通报 那但我方对于陆方为知会我方 及与我方协商呢就强行带走呢 损害两岸的合作跟信赖的基础一事呢 也这个向陆方呢表示关切跟遗憾 信赖的案件呢也经由协商啊来解决管辖 这样的问题 那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共同打击 电信诈击的犯罪 那第三个部分呢就张勿啊张款的方面呢 那陆方就这个这个最近啊一起呢 有在福建省这个某诈骗集团利用网路诈欺呢 那翻墙诈骗台湾女性啊有被害人六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呢 那在今年六月到八月呢 他已经陆陆续续啊返了新台币三十七万啊一千四百啊多元年 那这次呢陆方在近日呢对我方返还张款的啊第六个案例 那其他就工作会谈跟人员交流的部分呢 在520之后呢两岸就工作的会晤人员的复访 业务的培训等项目呢啊就正式或者是公开的交流呢啊到目前为止啊都没有啊进行 那第三个部分呢在精进侦查作为来共同合作打击犯罪的部分呢 那我国法律对于啊跨境诈骑犯罪早有罚则 而且呢刑罚第三百三十九条知识所定的刑度不清 因为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而且是才一个人一罪一罚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处罚 那各案裁判的结果啊虽然是由这个审理的法官来决定 但是呢啊由于我国刑事征诊程序呢是才严格证据的认定 那涉案台嫌遣返啊台湾后呢要有效侦办的官券呢 在于啊检警执法部门事前能够取得足够的涉案事证 因此呢检警机关呢如果能够把嫌犯的犯罪事证 尽可能的收集详证呢在法庭上呢不仅会让嫌犯无所遁形 那也能够让法官从中来这个量刑啊有所凭据 那目前案件的发展趋势呢是两岸不法分子相互勾结 那他们诈骗的对象呢已经从台湾民众转移到大陆民众 因此呢凡是有助于啊司法部门起诉以及法官认定事实 科处刑责的罪证资料呢若能够透过两岸合作机制呢 啊并且从第一个时间起呢啊就相互的来提供呢 呃将可呢具体的落实共同打击犯罪这样的一个目的 达到这个双赢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法部呢啊以及相关的部会 包括陆委会外交部还有警政署啊等呢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精进的作为 那概述如下那两岸应该合作共同打击这个炸气 电信炸气犯罪的发生 那就电信炸气犯罪呢 他是具有高科技组织型智慧型长时间的筹划跟准备这样的一个特性 那针对这些对象呢可以从日常侦办这个犯罪的过程中呢 找到一些线索作为追查的源头 因此两岸可以在侦办过程中 随时进行意见的这个交流跟资料的交换 那对有效打击犯罪将有很大的注意 甚至可以早期发现减少民众受害 那对于啊这样的一个犯罪呢 目前所所有侦破的个案并不是每一个个案都可以查脱到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层级的犯罪手脑 因为他们都是利用科技设备掩护自己 以致案件虽然破获 但是呢大部分呢都只抓到中阶的这样的一个干部 或者是下游听命行事的共犯 甚至呢是只负责取权的车手 那手脑不能根除 那犯罪行为呢很难有效嚇阻 因此追查电信犯罪手脑 跟他的组织以及资金流向的合作机制 是绝对有必要的 那此外诈骗犯的诈骗手法 有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地区重复使用 因此如果两岸能够交换 这类的这个案例情之 在内部对人民实施交易时 就可以加以介绍运用 那让民众知道诈骗的手法 那提前来试破 那第二个 我们召开了跨部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会议 那言商打击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本部以外交部 陆委会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 这个在一百零五年六月三号 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跨部会的协商平台 那并且在当天呢 就进行了第一次的会议 那接着在八月九号 我们召集了第二次会议 那并且邀请了司法院 还有这个法务部调查局与会 会中呢就强化打击这个电信诈骑的 这个相关作为进行了讨论 那并且就各部会的分工事项 达成协议由各主办的部会 规划推动执行事项 那接着在八月二十三号 又召开了这个查记困境 这样的一个会议 那这个邀请了 又邀请了金管会 那内政部警政署 调查局检察机关的 集思广义 就跨境电信诈骑的犯罪查记作为呢 那以及目前遭遇到的障碍因素呢 那如何有效地突破这样的一个障碍 以及如何将犯罪所得返还的账款呢 那能够返还呢 这个电信诈骑案的被害人 以及保全扣押的可行性 跟证据的证明例 等议题呢 那讨论 那有效的这个查记方法 跟这个处罚方式 那第三个呢 我们也要了完备 电信诈骑的这个真审法制 那在完备这个法制呢 那财民共呢 彻底有效地剥夺 这个诈骗集团 他们不法所得 那本次呢 这个本部所严理的 洗钱防治法修正查案 特别在第三条 有关重大犯罪的门槛 将最轻本刑五年以上呢 修正为最轻本刑 三年以上 有去徒刑 那因为各位都知道 刚刚提到的 339之四呢 他是最重可以判到 这个七年 那所以呢 他是可以列入 这样的一个门槛 第二个 我们也将诈骑 还有电信诈骑呢 他的所得门槛 本来是五百万呢 我们把它删除 因为每一个个案呢 基本上都很少超过五百万的 大部分都在 顶多就是三五十万 就已经很高了 所以呢 我们删掉这个之后呢 就可以将它列入 这个洗钱防治法里面的 这个重大犯罪 那这个上开 这样的一个草案呢 那已经呢 送到这个贵院 并且由我们司法委员会呢 正在审查当中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也在这个组织犯罪条例里面呢 那也修法 将这个组织犯罪 这个防治条例里面呢 就牟利性 这样的一个电信诈骑集团 也列入 属于是组织性的这样的一个犯罪 那这个法呢 也已经由大院呢 交付我们司法委员会 整在待审中 那其次 第四点呢 我们呢 运用大数据 资料库呢 进行电信诈骑的这个情资分析 那程度刚刚所提到 这个通常 这个实施犯罪的这个处所呢 因为在国外 收集证据不易 那因此呢 我们呢 必须呢 针对这种持续性的 这种犯罪呢 那收集目前相关有前科背景的嫌犯 那依入境的时间长短 地点 旅客参担 交集对象 交易对象等特征呢 研判这个 取等呢 是否赴海外 从事诈骗犯罪 并由我国驻外单位 结合当地的警方 实施进行跟监跟探访 那因人有力查访 查获呢 犯罪分子呢 在海外 设置他的机房 或者是这个诈骗行为者的 所在地铁 那现阶段 已经由刑事警察局 开始建立 集团性诈欺案件的资料库 逐一的清查 附这个海外 这个诈欺前科犯 跟同案的共犯 那服役入境的这个资料 仓单 那这个 这个建议发掘线索 查资 机房 系统商 金主等这个网络关系的图像 具以规划 侦办作为 那以便能够彻底瓦解 这个犯罪集团 那如两岸间呢 在对等付费的原则下 就此等的资讯 那能够有效的传递交换呢 相信一定能够有助于 这个 这个 这种犯罪的这个查记 那第五呢 我们阻断 炸击集团 吸收媒介的这样的一个管道 那自一百零零五年五二零之后呢 有关 这种这个 电信诈骗案件 经前晚回台的台籍嫌患 总共有八十四名 那分别是自 这个印尼 土耳其 遣送回台 这些遣送回台的这个 嫌犯呢 那均由地检署立案侦办 并且就其等 涉案的情形呢 持续的 清查过益 那涉外诈欺集团的交往对象 那扩大 他的这个 招募的这个成员 那协助 那购置 这个 赴海外机票的周边外围组织 那来阻断 他们吸纳成员跟媒介的 这样的一个管道 那第六 主动反映可疑 可疑分子的出境情知 那上面所需 所叙述的定期分析 那这些这个 所谓的这个 治安顾虑人口呢 出入境资料 那追踪 后续有无前往东南亚 南亚 北非 中南美洲等国家 或者是滞留国外 其间叫走的情形 并且通报 驻案 驻外单位 及时向这个出境目的的国家 地区 反映可疑的情知 那共同防止国人 赴海外 从事这个诈骗行为 那第七 加速这个犯罪 账款的返还 那为了能够有效 那来彻底剥夺 剥夺他们的犯罪所得呢 并且达到查得深 扣得到 还得多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那我们抬高检呢 已在今年的4月28号 成立了一个 这个跨境 这个电信诈欺的追赃平台 那两岸 跨境犯罪所得的 这个标的的冻结 扣押 没收 移交 那有赖 双方就查张 追赃 反反的事宜 进行司法的互助合作 因为 两岸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法治呢 对于 这个账款的反反呢 那基本上 有一些有待 双方这个 协商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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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项 那如果能够协商完成呢 那对于反贓的这个速度呢 就能够更加 有效的这样的 来 这个 这个进行 那此外 可在这个 协议的架构下呢 共同延商 如何将扣案的这个 炸击犯罪所得呢 交付给大陆的主管部门 由该部门 统筹来 分敗 这个处理 那 那我们呢 也 忠心的期盼 双方呢 就此充分合作呢 共同努力呢 那相信呢 这个 这样的这个 不是单方面可以完成的呢 那就能够更加的来达到 打击犯罪 并且保障 人民权益 那举例来说呢 我们的警方呢 我们的警方呢 也经常呢 在车手身上呢 查获银联卡 或者是有数十张 甚至高达上百张 的这样的一个卡 那警方呢 都会立即 请我们的金管会 针对银联卡 进一步的这个 请求他们提供账户的资料 或给他停卡 吃卡 但是金管会呢 都表示呢 这个必须要透过 原发卡银行 也就是大陆的这个 原发卡银行呢 来进行 所以呢 常常会有 这个反不济起 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 重上所述 目前两岸交流 在部分的事项 司法合作的部分呢 虽有这个趋返 但是呢 就 上开的事项呢 其实是 双方可以积极的来 共同合作 那我们期待 双方都能够正视 问题的这个所在 那共同合作 来顺利解决 那以上报告 谢谢各位 谢谢邱部长 那接着邀请 我们陆委会 张副主委报告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那今天 陈门贵委员会的邀请 就520之后 海峡两岸 共同打击犯罪 跟司法附助的协议 运作情形 来进行报告 因为这一部分 主要是由 华务部来负责 执行的部分 做处理 所以以下简单报告 那详细的报告 请参阅 那么第一点呢 也有关于 两岸共打的协议呢 是持续的在运作 但是双方合作的情形 却已受到影响 那么新政府上任之后 强调将依据中华民国宪法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其他相关法律 及台湾民主原则 跟普遍免疫 来处理两岸的事务 政府多次重申在 尊重历史事实 及具有政治基础上 持续敞开 沟通协商大门 致力维系 两岸 关系和平稳定 这一政策的立场 符合两岸 及区域各方的 共同利益与期待 也获自台湾主流 民意的支持 及肯定 那我们认为呢 维护两岸关系 和平稳定发展 及两岸人民的权益胡子 是两岸共同的目标 与责任 新政府上任之后 持续展现 建过一致性 可预测 与可持续性 两岸关系的最大诚意 跟决心 中国大陆应更务实 及深刻体会 我政府的善意 以弹性作为 同时 女性客观看待 两岸制度发展的差异 相互尊重与谅解 持续透过交流 合作与沟通对话 求同存益 方有助于 共同建过 良性和谐的两岸关系 那么 以上所说的这个协议呢 详细的情况 其实 刚刚我们邱部长也报告过 那我就简类稍微跳过 那么第二部分 要跟各位介绍的 就是所谓的跨境电信诈骗 犯罪 国人遭遣送到中国大陆的 作为 因应情况 那么今年 陆方呢 陆续自 肯亚 马来西亚 柬埔寨 吉亚 美尼亚 这些国家呢 强压我国人 到中国大陆 经过统计呢 一共有198人 那么 以上案件政府的处理立场 跟因应机制呢 说明如下 第一点 对于跨境电信诈骗 犯罪案件的处理 政府 一贯的主张 应该将 我方涉案人员 带回台湾 依法侦查 或审判 这个我们把它称为 国籍管辖原则 这个 才能够 确保国家的主权 跟尊严 积极争取 我国人 遣返回台 并接受 我国司法 调查 与审判 那么 关于这一个部分呢 呃 成效 并不是很好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 本会获知 陆方把 涉案的国人 压到中国大陆 都马上向 陆方表达抗议 并要求 确保 呃 国人及家属的 权益 那么 诚如刚刚 邱部长所报告的 呃 我们这一个部分 呃 实际上 呃 对方 大陆呢 对我们的 呃 人身自由 限制的通报 是有处理的 那么其他的部分 呃 并没有 呃 做 积极的处理 到目前为止 我们要求 探视的部分 一共有87名的嫌患家属 表明要探视 但是只有假9名的嫌患的家属呢 获准探视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也感觉 呃 遗憾 那么为其有效遏止 这个类似的案件呢 政府呢 呃 积极援拟强化的作为 展现政府打击犯罪的决心 那么 关于如何成立跨部位的平台等等呢 呃 邱部长都报告的非常清楚 另外呢 我们也在8月24号成立打击诈漆 呃 犯罪中心 来严商应应征防 诈漆 诈漆 犯罪对策以作为 这一部分呢 呃 也跟大家报告 那么 结论部分呢 呃 近年跨境电信诈漆案件不断发生 受害人多在中国大陆 那我方呢 当然感同身受 政府绝不希望台湾成为 电信诈骗犯罪的天堂 那为维护国家的利益跟尊严 我国主张将相关嫌患遣送回台 同时强化我国的司法作为 有效打击部法 那么打击跨境诈骗犯罪 有赖两岸在内的各方 共同合作 才能有效遏止 政府持续呼吁中国大陆 应针对防治跨境犯罪行为 进行两岸协商 落实协议执行 本会认为 两岸都应该珍惜 过去累积的成果 在既有的基础上 进行良性沟通 并加强合作 一系向前迈进 务实解决相关问题 未来政府能将持续敞开 两岸沟通对话的大门 展现积极主动 全力维护现有的机制 以有效打击犯罪 保障两岸民众的潜意 扶阻 以上报告 敬请指教 谢谢 好谢谢两位 那么现在已经报告完毕 进行巡答 那每位委员发言的时间是8分钟 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2分钟 那我们上午10点半就截止 发言登记 那我们请登记第一位的林德福委员 来发言 来发言 主席 还有与会的首长 丘部长还有张副主委 是不是请那个陆委会的张副主委 请张副主委 张副主委 是 我请教你 因为媒体报导说 陆委会针对今年 台湾未能够受邀 参加国际的民航组织 ICAO大会 表示 中国大陆明年将召开 19大 那不排除将 加大对台的这个施压的力道 那以 推出台湾的两岸政策 朝同属于中方向来调整 那请问 施压的力道可能会 在哪些方面 因您看 那个主席 因为我们的委会 管理ICAO的部分 有不同的副主委的分工 那我是不是 就这一部分作答还是 请你作答好不好 虽然也是 不是你的分工 但是应该基本的业务上 也应该可以了解 好不好 那不然的话 你就请你们主委来啊 是不是 那你就没有 既然没有人力 你就自己就不要来上台 对不对 请张主委来啊 对不对 委员您的指教我们理解 但是因为 这一个IKEO的部分 我们陆委会确实有所分工 那我只能跟委员做报告 就是 IKEO的部分 接连的像WHA等等这些部分 以及陆克等等 都是有不同的大陆的一些反应作为 那施压的状况 那施压的状况到底会如何 详细部分是由我们企划出 那个不是我所度 那我请教你 是 台湾有没有足够抗压的人力 你告诉我 应该有 有是 那 你认为台湾 这个 有没有应付压力的反制手段 你的看法呢 我认为是有的 有 有反制手段 什么手段 你告诉我 详细的部分 详细我们就是 跟他 就是反正 到现在为止 你跟对岸 几乎嘛 对不对 我们都很清楚啊 你 有没有跟国台办 这边有过一些联系 有没有 从520之后 是没有的 是没有对啊 你说你有什么反制手段 你告诉我嘛 对不对 最起码你本身要有反制的手段 你有抗压的人力 对不对 我们有抗压的能力 抗压的人力 那反制手段什么都没有是 我们必须展现善意 这是 全世界对我们 两岸和平稳定 非常重视的一个 这样就是我们的 反制手段 是不是 反制手段有 各种不同的方式 到现在为止 几乎都是断练 完全没有作为 来我再继续请教 海协会副会长孙雅夫 研判未来两岸会在 坚持和冲撞 一中的原则 来反对和 这个 固守台独的对抗 较量中来持续 如果台独势力 重蹈扁政府的护责 走上正名制限陆连的路 大陆会用各种必要的手段 坚决来打击 那请问 520民进党执政后 你认为是不是 朝着台独路线在发展 所以说 两岸 关系成为 急速人动的这个状况 是不是这样子 您看呢 520之后 由民进党执政 那民进党 其实 台独党纲 早就在 前三次的 这个结议里面 已经有所改变 所以 委员所指教的部分 可能跟民进党的党纲部分 有手不符合 所以说 你认为说 民进党有调整路线 民进党的党纲 有做某一种程度的修正 修正 那怎么样修 你告诉我一下 有台湾前途结议文 等等这些变革 这个详细在民进党的那个 党纲党章里面都有记载 因为 你会不会认为 这种冰洞的关系 短期有没有解冻的 那种可能 我们认为随时有可能 随时有可能 对 那个 那个 副主委啊 你认为国台办 这个 针对台湾八县市首长 提出的这些 深化合作的这些措施 那孙雅夫认为说 这个谈不上什么分化啦 只是体现 只要能够认清两岸关系的性质 及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两岸限制交流就会比较顺利 那我请问 副主委 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个交流合作 因您看 国台办使用所谓的政治的谋类的方式 就是要意图将国内的这个各县市区分成两种方式 这一个方法我们认为不会成功 不会成功 那我请教 因为过去其实 很多绿营的这些县市啊 他们为了自己的这个农产品啊 为了这个观光啊 产业等等 他们也是都有到对岸去 那时光环境的转变 现在就变成不一样了 因为这段时间我们都知道 几乎都是锻炼嘛 那锻炼完全 这些县市首长 当然他为了地方的发展 不管是农民也好 这个旅游观光业也好 他们的生存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就跑到对岸去 希望能够取得一些跟过去一样的 这些配合跟合作 当然站在政府的立场 其实你们应该要协助要支持 那我认为520以后 几乎这些 对不对 就是有做区隔 他们才会自己跑过去 因为520以后 我所谓说就是说 因为他们不管是观光产业 农特这些产品 他们几乎都没有路可走 他们才不得已只有这样自己去 那站在陆委会的立场 你们是乐观其成还是反对他 凡事有助于台湾的繁荣发展 陆委会没有反对的理由 但是如果以政治框架 或者是配合中国大陆 所展现的政治手段 所做的这些计划经济性的行为 我们认为脱离了市场 自由经济的立场 这一部分是有谋类 是有策略的 这一部分 我们只能密切观察 密切观察 那站在陆委会立场 你们是支持来反对嘛 只有密切观察 对不对 你一定要说清楚 假明白啊 他们这个也是为了他们地方的农民啊 为了地方观光发展等等 他们要生存啊 对不对 那政府没有办法做到 他们要自己主动出局啊 过去 民进党很多执政的县市 其实他们也是有这样的做法 作为啊 对不对 并没有任何所谓的任何 那南昊他们Bug县市首长有来压制政府吗 没有吧 他们要求生存吧 第一个是接受中国大陆的邀请 中国大陆的邀请的前提 是有政治前提的 那我相信委员也非常清楚 不管是城局或其他的地方政府 当时去推展农产品的时候 委员我是不是时间到 所以在这些推展的过程中 并没有附加任何政治前提的 那这一次有是 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次跟上一次是没有的 这个报纸的记载都非常清楚 而且台湾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那么究竟这样的行为在社会上的评价如何 我相信人民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我是希望说站在政府立场 是以全民的利益作为优先考量 那当然 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 但是过去的现状跟现在的现状 我相信你身为陆委会主委很清楚嘛 我副主委 对不对 你副主委也很清楚嘛 因为你是主管这个业务非常了解嘛 我们是希望说 两岸之间能够有一个和平的互动 能够维持过去 一中各表 那我认为说 其实九二公司一中各表 只要我们能够走出去 能够造福全民 我想何乐而不为 那这样坚持的话 我一直认为啦 你让这些首长 他们逼得没有办法 只有自己走出去 所以说我认为说 陆委会的立场 因为你跟海基会 你们是跟对岸做 要做一些密切的互动跟交流 一定啊 我们是希望说 能够有一些好的互动 并不是说把路掘起来 以后 对岸也是很大的经济体 为什么那些 以前那些拭目鱼的那些养殖者 要跑到对岸去 政府没有办法协助他 他们只有跑过去 对不对 这些我们都看在眼里啊 对不对 我们是认为说 政府的立场 就要支持人民 你这个不要用那种政治的手段来框 搞到最后大家都没有路 我认为你身为副主委有责任的 我再请那个华务部 那个邱部长 好邱部长 因为刚刚他占了一点时间 好 那个部长 因为AIT主席 那个普瑞泽啊 说双十国境是 总统蔡英文 两岸关系修复的一个转折点 那 前立委 这个 游英龙 他特别提说 蔡英文绝对会兼职 520就职所说的 两岸 这个政策的立场 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那请问如果立场没有变 那两岸关系是不是会继续坏下去 因您看呢 呃 法委这个部分 可能我 这个不适合来发 因为这个跟两岸共达 和司法互助 齁 齁 这个都有连带关系啊 对不对 应该要怎么 你认为应该怎么 我想两岸呢 在这个签订这个司法互助跟共同打击犯罪呢 不外就是希望呢能够保障人民呢 他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安定 跟权益的一个保障 那 呃 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的一个 这个 这个 终止跟目标呢 能够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进行 那当然这个过程中有一些 可能必须要再让他精进 或者是沟通协调的地方 像刚刚我报告里面的 账户的返还是被害人他最急迫的 那我们如何让账户呢 扣到 那能够赶快返还 我想 让被害人第一个他的损失 可以降到最低 这个是 双方必须要积极来协商 第二个 这个 应该管辖 到底有谁来管辖 那过去呢 已经有一些基本的模式 但是都一直没有正式的把它协议出来 那我们如果协议出来的话 双方就不需要 为这个到底 这个遣返到哪一方呢 来这个大费周章 那甚至引发这个民怨或质疑 所以呢 我们当然希望在业务面 能够的继续的这样的一个推动 那个 因为上个礼拜 东柬埔寨政府把 13名台湾民众送到中国大陆 那我国外交部 及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都表示 关切抗议和遗憾 那请问 法务部也有 对 陆委会 那请问 依政府现在能够做的 是不是只有这些 关切和抗议 那这13名 这个民众 在中国大陆的状况 我们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掌握 在过去也有一些案例 像菲律宾或马来西亚呢 也先有 前返制大陆 那双方共同侦查之后呢 后段的 这个起诉呢 才做 这个分流 过去都有各种不同的案例 那我们就希望说 双方是重点是在共同打击犯罪 如果有效的让这些 这个嫌犯 能够在双方的法制 刑事诉讼法制里面呢 那去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追诉跟处罰 但是你不觉得520以后 几乎都是 那些国外的这些诈骗 对 也有部分也 我知道 印尼啊 印尼有部分回来 我知道啊 大部分都是 不是只有印尼啦 其他几个国家也有啦 当然站在华务部的立场 我认为 这些诈骗犯它是不应该啦 因为你在国外也是 任何犯罪都不应该 因为它是破坏社会秩序 审害人民的权利 那我是认为 站在华务部立场 当然你们应该 这个 该有的 该有的作为啊 是 委员指教老师 我们会很努力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接着邀请徐玉仁委员发言 主席好 我请邱部长还有副主委 好 我们请邱部长以及张副主委 谢谢 好 好 好 两位早 早 对于今天两位所提出来这个 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的 这两份报告啊 其实我看了之后啊 我觉得 我不知道这份报告在写什么啦 第一个是我认为 这份报告是写给自己爽的 因为从520之后呢 这些东西完全没有进展 而且这份报告不叫报告 这个叫做现况反应 所以我想问两位说 到底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现在是不是名存实亡 到底这个东西还是不是存在 那我们在这边讲这些东西 我们是讲给自己听的吗 我们讲给自己爽的吗 现在 部长您刚刚也说 总共有190几个人在中国大陆 那请问一下 中国大陆现在是不是成为 台湾电信炸气犯的收容所 那这部分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交涉 除了我刚刚提到了 也有68位呢 我们是遣送回来 那过去的案例呢 两种类型都有 刚刚我也跟林德伟委员报告 也有曾经先送回他们那边 之后再遣送 共同侦办之后再遣送回来的 那也有直接回来我们这边的 都有 那我想问一下说 520之后 陆委会还有法务部 具体对于这些电信炸气犯 遣送回台的努力做了些什么事 可不可以具体回答一下 有交涉多少次 沟通多少次 对方的回应是什么 具体回答 就业务交流的部分 在正式跟公开的部分呢 基本上是没有 但是呢 我们基本上 就我们法务部业务的平台的联系 还是继续存在的 也就是说用电话或其他的方式 还是存在的 好 副主委我来问你 你这边报告写说 探视这些电信炸气犯 已经有87名家属 表达希望探心的意愿 520之后 中国大陆违反双方的共识 不再同意我方附入 目前仅有9名嫌犯家属获准探亲 为什么只有9名 那其他80几名或其他100多名 为什么这9名你可以探 别人不能探呢 跟委员报告 中国大陆的司法体制 跟中华民国的司法体制 有所不同 第一个要说明的是 我国的体制是从侦查期间 就可以进行探视除非 他是被禁止探视的 但是中国大陆是在执行的期间之前 是不能探视的 不管是我们国人不能探视 家属不能探视 甚至是当地中国大陆 官中国大陆的人民 他们在执行判决 确定执行之前 都没有办法探视 这是第一个我要跟您报告的 那么第二个我们这几个人之所以可以成功的探视 是因为我们争取的结果 所以我们才有可以探视的情况出现 这是第二个要跟您报告的 那第三个部分的以往的探视 基本上是成功 这是我们要跟您报告的 但是确实电信炸气案之后 确实有这几个情况是成功的 其他是失败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这些你不能说以前成功以后失败 那现在这些状况你该怎么处理呢 持续沟通持续交涉 当然是持续沟通持续交涉 争取中国大陆人民所没有的权利 但是你没有办法嘛 但你讲就是今天这两份报告 提了那么多问题出来 那明明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办法 处理这些问题 那部长我请问一下 现在目前法务部掌握全世界还有多少人 可能在从事这个国际电信炸气案 而且是跟中国大陆还有台湾有关的 呃 这基本上这个部分呢 确确的数字呢 坦白讲是要警政署跟调查局 他们会比较清楚 那大概 那你有没有掌握吗 哦 基本上我这个资讯部分呢 坦白讲我们 两个单位呢 恐怕都没有大陆方面来的 因为刚刚报告里面有提到的 现在的电信炸气呢 基本上主要大概被害人 大概大部分都是大陆人民比较多 所以呢 呃有这样的一个情势的出现呢 大部分他们会向大陆的公安单位 所以所以现在变成是 中国大陆的掌握的情况 比我们台湾还要好 这是必然的 那这必然的 那我们完全就是站在一个被动 所以这不是两岸被打 两岸互打 这个叫台湾被打 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刚刚我这边有一份资料 看到说啊 现在所有这些电信炸气案的 伺服器 server 全部都在台湾 包括在 桃园 台中 还有很多的地方 都放在被黑道所挟持的这些 伺服器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法务部调查局做了些什么事情 去追这些电信炸气案伺服器的所在地 这一点你们没有掌控到 如果你跟我说 我们大陆 呃中国大陆不知 掌握所有的情知 那伺服器在台湾 请问台湾法务部做了多少的调查 我是不是请调查局的 的业务单位 来 你们从这些 过去所抓到的这些 无论是车手 或是所有的台湾的 这些遣送回台的嫌犯 你们都问不出一个蛛丝马迹吗 所有东西都问不出来吗 这也太扯了吧 报委员 我们今年八月也破了一个电信机房炸气案 现在持续在侦办当中 那所以你们现在掌握的状况是怎么样吗 你不能跟我说 中国大陆掌握的比我们多 所以我们是被动的 我们等到事情爆出来 我们再去寻求正当管道交涉 报委员我们积极主动在持续的调查跟收正中 好 那这部分可不可以尽快的来去做一个处理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电信炸气的伺服器 有可能潜伏在台湾里面 那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把遣送回来的嫌犯问问 然后没有事就放走了 那请问一下我们这个是 好像是在帮助他们一样 可不可以积极一点 是我们会全力以赴 好 那 那个副主委请问一下 我们11月这个 在印尼的国际刑警组织的会议 我们有没有希望参加 我们当然希望参加 那你觉得在现在目前没有九二公司的基础底下 我们参加的机会高不高 因为这个事情非常复杂 不是只有单纯有我们主观的意愿 还有国际的支持 以及中国部分他的想法可能会有变革 好 那我在这边要求包括法务部 还有陆委会立场要坚决要强硬一点 因为台湾现在已经变成国际电信诈漆的温床 还有发源地 强烈的要求国际刑警组织 让我们去参加这个会议 过去我在咨询的时候也提到说 国际电信诈漆案 台湾办案的效率这么糟 你们给我回答是说 因为我们没有参加国际行情组织 Interpol不让我们进去 那请问一下每一个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站在一个被动的立场 那请问一下那台湾就是 从此以后就是好像是等着被别人打 然后完全是失去一个主动 然后而且是国际这个重要分子的一个责任和义务 这样你们当官员的过得去吗 如果说这件事情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一百九十几个人将近两百个 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人直接被送到大陆去 你们提出来的报告是这样子 你跟我说我只能够要求大陆尊重两岸共党 双方互信 那我觉得这是屁欸 这个东西你觉得 这个东西你觉得是OK的吗 你如果是跟我说如果 我们只能够说在这边叫叫叫叫说 我们尊重两岸共党 我们希望大陆可以互助可以尊重我们 那请问一下这个东西 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说老实的 然后也掌握不到国际 有还有多少人正在正在放案之中 520之后交涉了几次 回答一下 唯明是指说交涉哪个面向的部分 就所有电信炸气案交涉的状况是怎么样 如果说两岸 司法互助共打的平台 是已经名存死亡的话 我们有没有第二套的解决方案 有没有其他可能的方式去跟中国大陆交涉 第一个是这样子 两岸除非大陆方面他不想要 已经签署了两岸 这个司法付出协议或共同打击犯罪 那如果他们也希望 这个机制能够继续运作下去 那就有待双方 要积极的来做这样的一个相关事项的协商 这才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事实上 确实在 我们目前 在国际上 不管是在外交也好 或者是在其他的事项上面也好 那 特別是这个被害人 基本上是大陆的话 在发掘这种情势的出现 确实是大陆 资讯上 会比我们这个快 那我们当然 确实是 在这方面我们有待加强 部长您担任过陆委会副主委啊 以你过去的经验 还有你的智慧 你觉得 现在 中国大陆停止海陆两会的联系的机制 是不是将持续的影响 两岸的司法互助 如果你今天是陆委会的副主委 你有权力 而且你有能力去 处理这件事的话 你会怎么做 我想 好有问题啦 我们相信双方都不希望 因为其他的因素 影响到保障人民权益 这样的一个事项 我相信大陆方面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期许 那我们认为 只要双方努力合作 那这个部分我想 就可以达到 签署这个协议的共同目标 那部长 请你这边 嚴正的看待 这个电信杂七案 我刚刚提过 全世界还有好几个地方 未报 而且 准备要报 那包括好几个 我们可能有邦交的国家 那这些 不但严重的牵扯到 两岸的司法互助 然后也牵扯到 台湾的国际形象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跟邦交国的关系 中南美洲还有一堆 要报还未报的 要主动积极啊 要每一次这个事情发生 现在是一百九十几个人 我们是要集满三百个人 在专机把他们送回来吗 我想不是这样子啦 我曾经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 大陆方面 当然它有其他的因素 也就是说它 电信诈局 确实也是造成 他们公安部门 相当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他们在这一年来 他们确实比较积极的在做 这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追溯 跟打击 那我们呢 当然也知道 他们这样的一个 我们也很愿意来做这样的协助 但是如果他在短期间内 他们有他们内部的考量因素呢 那这一点当然我们可以尊重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 双方共同来打击 那除了这个以外 在刚刚我报告里面 大概少跟各位说明一点 我们事实上呢 我们的相关单位 包括我们的刑事警察局也好呢 我们现在也积极的 在跟各国 有好的这个国家来做合作 也就是说呢 我们会将前面所建立的这些资料库 那这些过去前科的嫌犯 他如果到东南亚也好 或其他国家地区的话 我们会主动通报给这个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的驻外单位 跟他们的这个司法单位呢 或是说警察单位呢 来做协助 那前一阵子 我们也因为这样 跟某一个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呢 我们自己 侦办出来了 那我们的人员 我们自己带回来 那大陆的人民呢 就通知他们 由他们自己带回去 部长最后再强调 那些我说的 在台湾的 电信诈漆的伺服器 好好去查啊 调查局 这个真的要好好查 好我们的都处调查局 跟这个 希望警政署也同时来共同 像您刚刚所提到的 已经破货的这些案件 他们的这个机房 这怎么会查不出来的 我都搞不懂 这些你们都问过了 破货的都查得到 但是因为这个委员大概也知道 他们设置的地点 基本上是很隐秘的 而且不需要太大的场所 所以呢 确实是虚 Google的卫星照片 都可以把我们在太平岛上面 干嘛都查出来了 是 只有这方面的资讯 我们一定会积极进行 加油一点 好 谢谢 好 谢谢 许委员 几位请回 那现在邀请张鸿路委员發言 我请一下副主委 邀请张副主委 副主委 是 我知道你也是520之后才来的 那我想要问你 我们这个两岸 共同打击第三地 这个诈骗犯罪常态这个 在今年的4月13号 你们的前的主委 有说到 为了避免类似案件发生 双方应尽数透过 两岸司法互助协议平台 商讨合作打击 跨第三地电信照片 犯罪常态处理方式 那我想 经过了几个月了 然后你也就任几个月了 我不知道这个运作机制 现在有商讨出什么结果没有 报告委员 我是6月13号就任 那我负责督导法车处 那现在也已经三个多月了 这一部分我们 第一个要跟您报告的地方 就是 我方关于这一个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及司法互助的协议的部分 第一个是我们 负责执行的机关 你回答我的问题就好了 不用讲那么多 因为这里有主跟府的关系 所以要跟您报告 我的问题回答就好了 不要浪费我时间 我们这一个 有关于这一部分 我们不管是在事前 事中 事后都有分三阶段来做作为 那么有关于事前的防治的部分 由治安机关的 你只回答我 这一个平台 你们有没有商讨出什么具体结果就好了 这个平台主要是刑事局的部分在做处理 4月13号 前路委会主委 对立法院的报告 你现在推给刑事局 你只要回答我有或没有 或你不知道 这样就好了嘛 他们有积极沿拟一些具体可行的测进作为 那详细的测进作为的部分 的执行由这一个 华物部跟刑事局在做处理 所以就不干你的业务 也不是说不干我的业务 就是具体的执行方式 部分由这两个部分 这两个机关在做细部的处理 我问你有没有啊 难道他们在做处理 然后你们入委会什么都不知道吗 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好了啊 我们有关于查契 或者是你可以回答你不知道啊 查契查章或者制裁犯罪的议题 他们都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详细方案 那详细方案的内容我便不清楚 所以有 啊你不清楚 是不是这样子 有查契跟制裁犯罪的详细 你现在到底懂不懂我在问你的问题啊 你知道我在问什么吗 委员你要了解的是具体可以处理 这些电信诈漆的这一个应用作为 对 那我要跟您报告的 两大部分有关于查契 还有制裁犯罪的部分 这个是中国大陆最关心的一个区块 那详细 你不要回答我这些嘛 我只是问你 详细的部分 我只是问你这个部分 已经经过了半年多了 政府是一体的 是 那我们有没有商讨出 一个特别的解决方法 有或没有 有 有 有嘛 有 你不了解详细内容 详细内容 不是我所掌握的 对嘛 你这样回答就好了 是 因为你从以前 从520之后呢 其实还有116名 被移送到中国 我觉得这个数据 以政府的一体的 人民在看 还是 没有多大的进步 这里我们必须 要承认的 那你们刚刚 你说的报告里面有讲 从 到现在 家属 安排家属探视 维护人身自由 你说只有9位嘛 九位成功 对嘛 只有9位成功嘛 是 这个东西呢 我认为这个比例 太低了啦 那 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 邱部长 来邱部长 还有你们那个 两岸司的 司长 那请蔡司长 张委员好 我想 这个有些问题是心态 我刚刚为什么会问 陆委会副主委 我觉得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那个 部长 你知不知道 在这次的柬埔寨的事件 跟 雅美尼亚的事件 嗯 我们法务部的新闻稿 是怎么发布的 你应该不知道吧 应该请司长回答 基本上我们是对于 中国大陆把 所有的涉嫌的 嫌疑人 包括台籍的嫌疑人 全部送回大陆 不是啦 我只问你们 新闻稿你们怎么写的 我们是对这件事情 表示遗憾啦 那也希望能够 新闻稿的内容 你有看过吗 新闻稿内容 我有看过 但是详细 我没有每一次都 记得我想 部长 我要跟你讲 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是 你回去查 两篇新闻稿 几乎里面的字 一模一样 只改国民而已 嗯 好 这种心态 这种心态 我认为 这种新闻稿 绝对不可能到 部长你的层级 但是你对你们 底下的要求 不可以有这种心态 在办事情 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个 可以回去解释 改进 我觉得这个东西 牵扯到我们 台湾人民 他的人生的权利 他有没有犯法是一回事 但我们政府的态度 不可以这么敷衍 确实 两篇新闻稿 几乎一模一样 字都连改都没有改 这样子你说 对人民说 我们有多认真在办这件事情 我说的 连我都觉得 很大的怀疑 所以我觉得 很多事情的心态 不应该 用应付的心态来做 这点我要 特别拜托部长 回去对你们的下属 好好的要求 好 好 谢谢部长 那另外 我要请一下副主委啊 是 副主委 是 你知道我们之前的 法务部的前部长 羅部长 他在我们委员会有说 台湾人诈骗案 骗集五大洲 还有几十个国家都有案子 还有很多 微爆弹 那我刚刚在问你的 那个 那个 互助协议 为什么我会特别问说 我们的进度如何 法务部长 本来我们 陆委会的期限 是多久可以到大陆去 到中国去 对不起 我不太了解 您所谓期限到大陆去 我们一般的规定 他如果卸任 一般的规定 是多久到中国 三年为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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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事各机关可以 着量增建 对啊 那现在法务部他们自己修啊 他们修成几个月你知道吗 法务部修成 几个月 应该是 六个月啦 我直接说啦 是 你们现在一边在前面谈 他现在还没谈出结果 那如果原本规定三年的 他现在六个月就可以去 那他又在立法院讲这样子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你们不加快进度 他到时候去那边给你扯后腿 会不会 要报告的是 有关于 各层级的 是不是能够 护 这一个 大陆的部分 基本上如果有送入委会 那一部分是由我 不是嘛 我现在问你的不是这个问题嘛 是我审核 但是我要跟您报告的是 如果该机关 我现在不管 我现在不管什么审核不审核 我问 有没有这个状况 有可能他去那边给你扯后腿 回答我的问题就好 那当然有可能 那当然有可能 有可能嘛 是但是我们以依法行政的立场 我们如果他盖机关是 假设定六个月 他六个月之后出去的话 那个文件基本上 我们没有办法审核 因为他就是照规定来处理 我跟你讲啦 打击犯罪跟政府做事是一体的啦 人民不会听你什么没有办法审核 法务部长就在你旁边啦 你有没有去跟他们讨论过 诶 啊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 是不是可以修改法令 或修改什么 人民不听你这一套的啦 我们陆委会 因为前面有发生一些事件 曾经发含各机关 包括法务部 就各个人员 是否能够护大陆的增减情况 我跟你讲 我现在没有再问你的业务内容 我现在咨询的重点不是在这里 你这样会浪费我很多的时间 我请拜托一下 我问的内容 就回答我的内容就好了 是 我们没有在这边做文章 另外 我想请问一下啦 现在很多人都推给说 中国 中国 讲我们因为不承认九二共事 所以呢 这些 人犯的遣返什么 所以他暂时停摆 是不是 人犯的部分 他就直接送到大陆去 对嘛 后续的沟通都停摆嘛 对不对 他不跟你联络 我们热线有吗 热线最近 有跟他们通 緊急的部分 会有热线的情况 那照我所了解 目前热线是没有通的 没有通嘛 我要特别点出这一点 我要跟你讲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肯雅案发生的时候 那时候 马政府有没有承认九二共事 应该是有 什么叫应该是有 有没有 因为 他前后的表示也有不一致的状况 所以我们不宜 就他的话 来做不同的评断 好 那我认为有啦 是 之前是有承认九二共事 那时候肯雅 还不是被 遣送到中国大陆 是不是 有一部分是有 送回台湾 但是后来也是 那是后面的嘛 一开始有吗 一开始有回来台湾的 那是少部分嘛 大部分都在那边嘛 对不对 对 大部分后来就没有照以前的惯例来做处理 我跟你讲 在四月份肯雅案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也是承认九二共事 但是 当时的中方对我们的很多要求也是不理的啊 是不是 欸没有错 没有错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认为啦 政府的是一体的啦 不管有没有九二共事或什么 我们都应该要有积极的心态 去处理这件事情 我认为法务部也好 陆委会也好 都不应该用很虚硬的一个态度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从新闻稿里面可以看出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从陆委会你的所作所为里面 我们也看出 你可以去做什么 而且我 那个 趙姬 趙姬不来 因为他刚刚 有浪费我有 所以我要求他给我多给我一点点时间 好 从啊我们的合作项目里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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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方啊 台湾我们跟中国 透过这个平台请求的绩效如何 不只这些啦 就通气犯的逮捕啦 犯罪情侄的交换啦 什么什么等等的 你知道我方 绩效如何 最大的问题出在电信扎气犯 我现在没有温乐离啦 其他的部分 大致上 除了通气犯的遣返之外 原则上是正常的 我直接给你 直接说一个数据给你听啦 通气犯的逮捕跟遣返 我方的请求啊 中方的完成率只有32%啦 然后呢 中方对我们的请求 我们的完成率是73.9%啦 犯罪情侄的交换 我方的请求 对方的完成率是31.3% 中方的请求 我方的完成率是81.5% 我只举这两个就好了 欸 为什么 有这个平台 我们的完成率都比对方高出好几倍 问题点出在哪里 表示我国尊重协议的 这一个程度 演叫中国大陆委告 是这样吗 应该是 我觉得这是公务人员的说法欸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说法 完全没有以国家 这些资料是有延迟的情况出现 那这一部分的计算 呃 是不是 那个副处长你来说明一下 呃 报告委员喔 呃 所以那个在数字上 我们是认为说 单纯用这样的比较可能 不是很妥事 我跟你讲啦齁 两边的完成率差这么多啦 有多少重大的罪犯在那边 全国人民你随便去路边问一个就知道了啦 我还要再讲的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啦 有没有认真在做事或敷衍了事 或是来连立法委员在问你们 你们也可以用一堆冠冕谈谎的理由 我们是怎样我们是怎样 总而言之 就是没有认真做事 我认为就是这样而已 然后让我们台湾的人民 他有我还是要强调一句 他有犯罪是一件事情 他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但我们讲求的是个人权的国家 政府要有积极的态度去处理这件事情 这是政府态度的问题 好 谢谢赵继任 好 谢谢张委员 几位请回 我们接着邀请周春明委员发言 主席有请邱部长 有请邱部长 周委员好 部长早 我想从两个判决的结论 来跟你讨论一下 现在我们的刑事政策 第一个判决 当然就是上周五 九月二十三号 那个苏格兰高等法院 正对我国引渡林克颖回台 受刑的这个决定 是 他认为说 我国的监索环境不符欧洲人权 第三条的一个规定 就是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 或使其受到非人道或侮辱的 就是在 应该是前半个月吧 大家报章杂志媒体社会也都讨论 就是一个爸爸 一个先生他杀了太太 然后接后来又在很快的时间点 又杀了两个女儿 那当然是三个 杀三个人是判三条罪 那每条罪都判无情嘛 那当然社会上面 不管是从社会的价值伦理 我个人也一直在想说 如果是落在我的手上 我会被判死刑 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讨论 那我想第二个判决就是 会比较就是说 可能在法律上可以讨论说 如果在2006年 95年的时候 民国95年 我们的连续犯的规定 如果没有取消的话 如果没有取消的话 那当然就是可能在 这个案件 我们从法律上来看 在法律上的判断的话 法律上的适用 会认为说 他是连续杀三个人嘛 连续杀三个人 我想在相关的一些价值判断上 判死刑的可能性 应该是会相较于 下一罪判 杀死一个人 判无期徒刑的 这样可能性来得高 所以这是一个刑事政策的问题 那当然就是说 今天我们国家的监索的制度 或者我们的运作 现状被欧洲 被英国认为说是不符的 没有达到他们认为的一个人道标准 所以不愿把他们的人 送来我们这边执行 但我们在司法主权上面 我们有要求 我们有判决 但执行上没有办法来我们台湾 我想这个是 人民也不太能够接受 但现在是说 我们从这两个判决 来讨论刑事政策 就是说我们的现在刑事政策 到底是要重罪重罚 轻罪轻罚 还是宽言并禁 我想了解一下部长 在这个部分的想法跟立场 我是不是先就 第一个林克颖这个案子 当然它显现的是 我们的整体的这个矫正机构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设施也好 或者是这个政策也好 确实是值得国人来重视 因为到底现在在一个全球化 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 大家对于人权法治的标准 都期待能够越来越接近 那这个是这个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国内呢 针对所谓我们的 对于所谓的这个犯过错的人 到底应该给予 怎么样的一个定位呢 那基本上呢 可能呢 就跟第二个问题 有一点类似 就是对犯错的人 到底要给他什么样的 適当的一个惩罚 跟教化 跟更生 那这个大概是 就牵涉到第二个 那本来的就 部长 我先打断你一下 就是这个部分 我跟你讨论之前 我们先来看几个数据 第一个 这是从你们法务部的 统计年报出来的 就是说相较于我们的统计 我如果从 部长那边看得到吗 抱歉 我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 在台湾如果十万个人口里面 我们的犯罪件数是一千两百八十 在日本是一千零三十七 在南韩是三千六百九十八 然后呢 就是以这个数字来看的话 我国的犯罪率 是远低于德国 英国 美国跟南韩 仅次于 仅略高于日本 及新加坡 我想这个 依照你们法务部的 那个统计的年报的数字 就我国的犯罪率 事实上只有高于日本 跟新加坡 但是是远低于德国 跟英国 美国 那我们从这个十万人口的 一个犯罪的件数 再来看它的监禁率 那在台湾呢 我们是十万个人口犯罪的话 有两百六十七个人监禁 在日本是四十七个人 在南韩是一百零七个人 那新加坡是两百一十九人 就是说十万个人里面犯罪了 但是我们把它关起来的 台湾的这个人口数是远高于日本 跟南韩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更明确的数字 就是说 台湾的总人口数是两千三百五十二万 那监索的收容人数是六万多 日本呢是一亿两千六百九十万 它的监索人数是少我们三千人 五万九千六百二十人 南韩市总人口数是五千零二十九万人 那它的五千零二十九万人 它的收容人数是五万三千九百九十人 也就是说我们的监索 我们不管有没有符合我们的法定的 目前是很明确是没有符合我们的法定的规定 那再相较于其他的国家 南韩日本来看的话 我们监索收容的人数 是跟他们超乎他们很高的 那现在就说到底 这就回到说 刚刚到底是犯法犯罪之后 我们是不是重罪轻罪 社会都觉得说 我一定要让你进大部分 人民的感情人民的正义 觉得说你一定要进去监索 然后才能够得到教训 但是有时候我们认为他进去监索 他是要得到教化而不是得到教训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 部长对这样的数字显现出来的意义 你的看法是什么 确实 政府中委员刚刚举出了这么多的一个数字 他应该代表了一定程度的法制思维 我们的国人确实 只要认为犯错的人 我们第一个大概直接的想法就是 把他关起来 那关起来有两个议案 第一个坦白讲 在某个程度就是自己就觉得心安了 就觉得好像眼不见为敬的那种心安 第二个就觉得说 应该给他一定程度的教训 一定程度这样的一个教训 但是都缺少到说 他早晚还是要出来 所以就会导致 我们的再犯率高低以否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前面的部分当然 牵涉到法制面的部分 也因为国人这样的一个期待 或者说要求 就会导致我们在立法上面 就可能会有这个重罪 重罚 那清罪呢也要关 不一定都要重罚 但是就是说也最好把它关起来 也就是说 大部分都期待他在六个月以上 也就是说要到监所里面去 去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导致我们后续的坚守的容量设备不足 那教化的人力当然 包括借务的人力都不够 那这个确实是值得 我们要去检讨 那部长我们对你有期待啊 你自己本身你的行事政策 或矫正政策 这个部分 所以委员大概也知道 我一上任的时候 第一个这个矫正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 这个改革呢 是我大概上任以来 也是我重要的一个事项之一 那我一上任之后 也到各监所去这个整个访试 那确实也发现了一个不少的问题 所以我们本来在大概月初就要跟院长 因为院长也一再的指示 对于监所的这整体的这样的一个 相关的这个政策跟设备跟措施呢 那我们本来要跟这个院长做专案的报告 那但是因为立法院开议之后呢 那就时间往后延 我们有整体的这个监狱的矫正计划 因为接下来大概从部长刚刚的说明 其实就可以得到我们现在这个数字了 我们现在的教化人力比 就是说一个165个受刑人他才有一个教化师 确实严重不足 那当然严重不足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 这个当然很多啦 运算啦设备啦什么都是不够的吗 那只是说 跟委员报告就这个部分呢监狱呢 不只是教会师 还包括介護人力 我们大概一个管理员呢 要介護12个受刑人 但是在任何其他国家 大概顶多一个管理员管到四个 他就已经超过他的负荷量了 那我们现在目前是一个管理员要管12个受刑人 对啊这个我理解那怎么办呢 呃我们有跟人事总处呢 呃我们有一个专案的报告 那人事总处那个人事长他这个私人事长他自己很清楚 因为他也到监狱去访视过了 所以他有希望我们的这个专案报告 他会好好来来做这个审查 那提提供给我们足够的能力 因为我想我们当然也要面对 直接面对人民的价值的选择吗 但是我们也是要面对国际对我们台湾的一个认定 那这两者之间还有其他相关的因素之间 怎么去取舍怎么去权衡 我认为说法务部在这个部分有必要 有需要再来跟我们多做说明 是的我们初步是这样子 先跟这个呃委员报告 我们第一个大概院长就跟总统的指示 就基本的生活的空间 那我们先从一人一床 那大概我们希望三年内能够达到百分之七十一的这样的一个人 每个人晚上都有床睡 那这个大概委员很清楚也跟我们指教过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地方 晚上起来上个厕所回去找不到睡的位置 那所以我们如果每个人都有一床的话 他至少回去还有 那也避免摩擦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求情的不稳定 这是大概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能够把现有的空间能够扩建或改建 那让他的这个空间能够达到我们自己所制定的 每个人最少有零点七平这样的一个设施 那欧盟呢他们的反酷刑的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是要求要一点三六平 一个人要一点三六平 那我们目前大概只有零点五左右而已 那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三年内能够达到我们自己所定的零点七平 那当然不是说所有监狱都零点七平 而是有的监狱 根据他的原来的建筑的结构跟规划 那大概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有将近十个 其实是可以达到零点七平的 那但是有的地方可能比较空间比较不足 所以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管理跟教诲的人力要够 因为我们不希望他出去又再犯 那国民大概都忽略到这一点 如果不愿意在这里管理跟教诲的人力不愿意增加的话 那出去再犯的几率就会相对比较高 现在再犯的几率是多大 比例是多少 我们目前来看大概是这样 我们每年大概新进的大概新收的三万左右 大概有一半多一点大概五十几是再犯的 那那这个是 比例算是高 比例上是算高 比例算是高 每年大概新收的受刑人有 有大概将近三万人 我想行事政策很复杂 确实 还是要去做 也不可能说整个 我们还是要掌握我们基本的价值 然后掌握我们基本的方向去做 我们这个经过院的核定之后 我们会来先跟委员会报告 那到时候再请委员给我们支持跟指教 好 谢谢部长 好 谢谢两位 我们接着要请周晨秀霞委员发言 主席 主席 各位同仁 与会官员 大家好 有请邱部长 请邱部长 部长长 座委委员好 我在这里我还是要说一下 刚刚我们周委员在说的 林克元这个事情 是 林克元的事情在先前的咨询上 我也问过了 那现在 英国的苏格兰高等法院是在23号的时候 已经判决 他是暂时不引渡回台的 这是确定的 那他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监狱的环境太差 是吗 是这样是不是 基本上是以这个理由 但是呢我们监狱的环境确实是称之不齐 那也有大概六七个监狱 它是符合规定的 但是呢 大部分的确实是有待改善 但是我的想法不是这样 我在想说是不是我们法务部跟外交部 努力不够 所以才会导致这一次的败诉 这是我的想法 那我们法务部的声明里面也说 有 已经择有国际级一两岸法律师 联系苏格兰检察官 就本案上述英国最高法院 提出有力引渡成功作为 不放弃任何将 林范引渡回台的机会 那这个方面有把握吗 有把握把它引渡回台吗 坦白讲 因为我们也跟这个 英国的这个检察官呢 因为是由英国的检察官 帮我们打这个官司 我们有在跟他商讨 后续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上述方案 上述方案 那报告委員 我们其实我们也真的很努力 包括外交部跟我们都很努力 所以呢 之所以他暂时呢 还是没有被保释出去 是因为我们也预留到 因为这个在整个输送的工房之中呢 他提出了好几点 好几点 那我们也预留 这个有假设可能 预测可能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在第二个引渡案 就同时又提出了 所以今天他虽然第一个引渡案 暂时在高院我们输 但是呢 我们有第二个引渡案 还是成功的 所以他不能马上被交保出去 原理也就是我们第二个引渡案成功 我希望你们还是要尽力而为啦 因为这个 国际引渡是涉及到 主权跟政治敏感的问题啦 由于我们台湾跟英国是没有邦交的 所以当初 但是英国还是在这一点很肯定 当初我们胜诉 如果这一次再胜诉的话 那等于我们是 台湾在国际司法的主权上是大胜的 所以希望你们加油 你们会加油 会不会因为520之后 两岸关系不佳 所以才少是这一次的败诉 跟这个没有关 事实上大概 这个林克颖上诉之后 他各种的主张 从去年就开始逐渐 就提出来 那我们呢 也由 不管是前部长或我也好 我们都有跟他保证说 我们监狱虽然有待改革 但是还是有相当多的监狱 是符合规定的啦 我是希望这个案 不能尊贵 水没粉 是 我们法务部一定要想办法 将林克颖能够引渡回台来服刑 这样才有法律 真的实现说 我们事实的正义 也能够还给被害人 加属一个公道 那法务部在2月16号的时候 曾经召集外交入委 警政跟移民等单位 来研商处理国人在外国或者大陆 受损失的遣送作业原则 考虑到犯罪追溯管辖权的问题 法务部在接获外管通报以后 会先以相关机关会商 再决定是否将外国要求 在民主的厌制 那么这些选举硬权的 判断的国人 遵守都会拒孕 所以您应该要过去 不然之后 我们应该要恢复 一个年代替积国 遵守 酷夕在外国掌制 漫人 cos 江湖 市面ин周围 他已经有民主了 可能是 最近的 正常的 人 國人甚至外國人在國外犯罪呢 我們也可以請求引渡 那有的是要一定的罪以上 國人在國外犯罪呢 我們才可以請求引渡回來 那次的會議也決定說 如果認定是涉案國人應該前往回台的話 那就由外交部跟 第一線是外交部 跟外國來交涉 那如果是牽涉兩岸的因素 那就是由兩岸共打協議的傢伙來處理 是這樣嗎 如果大陸主張要遣送大陸 那我們現在跟大陸 有沒有協商前往回台的管道 原來在兩岸司法付出跟共打犯罪裡面 就有所謂的業務平台的聯繫機制 那過去大概也針對各種不同的狀況 有的也先引渡到大陸去 那之後再由遣返給我們回國內來起訴 也有這樣的一個案例 那也有直接就從國外 剛剛報告的時候說是都沒有問題的嘛 說我們現在溝通管道是沒有問題 管道確實是存在 是存在 但是熱度有降 自從那個你們報告裡面也說啦 4月及5月兩次在北京跟珠海以後 再過來就都沒有了嘛 確實是沒有正式跟公開的這樣的一個聯繫 到目前都沒有成型嘛 是不是要 到目前為止是沒有 但是私下的該有的電話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的聯繫 還是有在進行 在進行嘛 那就是沒辦法嘛 沒有公開跟正式的 現在目前就是都沒辦法嘛 所以上週我在請問那個張次長的時候 我次長也回答 回答說目前兩岸的司法 互助跟兩岸共打協議 沒有障礙其實不是這樣嘛 所以我說他就不說實在話 怎麼會沒有障礙 就都沒有在進行啊 沒有辦法進行啊 是不是 他說沒有受到九二公司的影響 基本上這個溝通平台跟機制都還在 但是只是大家的 對方的意願的問題 對嘛 那個機制存在嘛 那就是坐就沒辦法嘛 所以我們對這個都非常懷疑啦 這主要是對方的意願的問題 我們的陸委會張主委 在院會打選的時候也說啊 過去兩岸共打 以及司法互助協議 大致運作是順暢的 但是從肯亞案以後 就有了一些改變 那是改變了什麼 你可以說一下嗎 就是頻率跟熱度降低嘛 頻率跟熱度嗎 對 對 張主委他也很明白的說 大陸 大陸有表示 如果不接受九二共識 其他部分就都沒辦法了 就都沒辦法和合作 很多都要說了 這個問題 如果沒辦法來解決 對兩方的這個人民都是一種上海啦 齁 所以我們還是再一次要求 要求啦 就我們法務部專業的業務立場 我們是希望說 雙方是為了保障人民的權利 齁 這樣的一個共同目標 要繼續努力啦 那五二零以後 我們法務部這邊 有沒有 派員前往大陸 去探視那些被遣送 自大陸的國人 探視的部分是 由陸委會跟海基會 他們來協助 所以你不知道 對 如果需要我們這個 了解溝通的話 我們也會幫忙 但是 這個組織的安排是由 這個 海基會來協助 我想 我想我們一定要 珍惜啦 嗯 兩岸多年來互動的成果啦 齁 尤其在司法跟司法互助 跟共打協議 以前的這個執行績效 都非常的不錯 齁 法務部這邊齁 所以我們也跟對岸表示 這個相關的機機關 司法機關也表示說 再多做 多做一些溝通 齁 齁 那那目前有沒有 更積極的什麼 的作為沒有 目前 你更積極的作為是什麼 可以說一下嗎 齁 基本上我們現在 更積極的作為是在 我們自己國內先做好 我們的東西 那當然大陸方面 也有一些 呃期許跟要求啦 譬如說 他認為我們量行過輕啦 那在這個部分 我們法務部也 也有含請 這個司法院呢 能夠在他們的所謂的 量行的這個 參考指數裡面呢 能夠去做一些 呃 調整提供給法官 呃去做判斷 去做判斷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把這個 洗錢 洗錢防治法 跟 組織犯罪 防治條例呢 我們都把這個 電信詐欺也放進去了 那在這裡面就 有加重刑法的相關規定 好 我這個部長你很認真啦 齁 我希望齁 不能這樣過一天算一天 看天空白要處理這樣不行啦 齁 這裏平車廠租金 佔了八千七百萬之多 齁 算一天要二十四萬齁 啊為什麼會這麼多 你可以說明一下嗎 呃 因為港澳極度高速商業發展 所以他的房屋的租金 極速上升 齁 所以這一部分要跟 呃 委員報告這個是 國際市場的價格的 溫數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 台灣的 經濟景氣非常不好齁 齁 我們希望都能夠 開源截流啦齁 那公部 公部門的部分 我們也是希望說 可以比較省的啦 可以省 我們就盡量省齁齁 呃 那個委員呢 跟您報告 我督導了之後 我關於這一部分 有請他們再去找 比較周邊的房子 但是他們也給我回報說 也是要考慮到 我們服務的對象 如果太過於偏僻的時候 固然在價錢上 可以做下滑的狀況 可是對於服務的 這一個密度 強度呢 都有可能會有傷害 那這一部分 我希望你們多做評估啦 是 謝謝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簡列了海基會兩岸 中間的事務會一千八百萬 這一次啊 簡列了一千八百萬之多 那政府是要減少兩會的交流 跟海基會的服務工作 是要由改由各部會直接 跟大陸這邊來協商是不是 因為陸委會部分 減掉百分之十 關於海基會部分的預算 是斟酌事實上的狀況來做處理 因為陸委會授權海基會 基本上有三個工作 第一個是協商 第二個是交流 第三個是服務 服務部分跟固定費用人士等等 這些是不可能免的 但是真正剛剛也大家 委員也都垂行過很多次 有關於協商跟交流的部分 確實有減量的情況 那我們不可能視而不見 所以我們在那一個部分 確實有做某個程度的減 這是要跟委員報告 我希望這樣 現在你們已經執政了 我希望你們有一些新的思維 不要再像以前那些 現在要有執政黨的思維 現在是要去解決事情 不是再去創造更多的事情 所以要創造新的格局 擺脫舊的思維 謝謝委員的指教 謝謝 謝謝兩位 謝謝 麻煩許育仁委員幫我代理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許舒華委員 麻煩主席把我邀請張副主委 以及邱部長 請張副主委和邱部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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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張副主委 你能不能具體的說明 你所謂的善意是什麼 我要跟委員報告就是 第一個部分是有關於總統在520就職的時候 其實就兩岸關係會需要遵守 所謂中華民國的憲法 兩岸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的法律 張副主委抱歉我先打斷你 你剛講這個當然我瞭解蔡總統在就職當天 她對於兩岸的政策說了什麼 但問題就是現在人家大陸不接受啊 那大陸不接受之後呢 我們也一直不斷的提說 我們會釋出很大的善意 那我們也希望對方接受我們的善意 可是我不曉得這個善意 是不是就是以總統當天說了這個原則之後 接下來我們跟大陸之間都沒有再有任何的 您所謂的善意 這個總統的這個說詞是我們陸委會的一個政策指標 那我們不能偏離這個總統的善意的這一個花言 當然 所以我們原則上以這個部分為出發點 那要具體跟您委員報告的部分是 即使中國大陸有任何的政治性的框架 但是陸委會也都是抱持著維持現狀的想法 然後不挑釁 那你覺得現在蔡總統執政跟國民黨執政 都是維持現狀有什麼不一樣 為什麼現在會有最大的差別 我想兩位總統兩個政府的基本態度是有一些差異的 這是一個事實不容否認 什麼哪裡哪裡有差異 九二共識嗎 馬政府是對於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是有表現它的態度 是 這是 這是現在我們新政府所沒有提出來的 好 那我要請教 我們都知道今天我們兩岸共黨 包括在陸委會跟大陸之間的互動 其實就是因為九二共識的關係 那我要請教一下 你剛剛也提到 我們現在呢 針對剛剛林德福委員提到 你覺得目前我們可能也有解凍的可能 那這個解凍的可能是來自於什麼 為什麼會解凍 我是不是先就徐委委員剛剛所說的 兩岸的共打這個協議 是基於九二共識這個部分 那我以一個法律人的角度來看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的司法互助協議 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 我沒有看到任何九二共識的文字 出現在這個協議的內容內 這是第一個要跟你報告的 張副主委你這樣子就是 我們今天請你來齁 不是說邀請你要在這邊跟立委唇槍舌戰什麼的 我沒有要跟您舌戰 也希望你能夠就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為什麼大家這麼關心兩岸共打應該 陸續應該怎麼走 就你陸委會的一個角色 接下來你剛剛提到了 也因為蔡總統跟馬總統兩個人之間 在政策上的不同 這個我們都很清楚 我們當然知道兩岸共打裡面沒有九二共識啊 但是就是因為基於這個基礎之下 我們才有後續的一些進度 我們今天並不是批評說 現階段兩岸共打沒有什麼樣的一個作為 我們大家都很關心是五二零之後 你們具體的做法是什麼 其實現在不管是陸委會 不管是法務部所有的每一個單位 其實工作早就已經就緒了 等的是什麼 等的是上面的人啊 並不是你們的工作啊 這我們都很清楚 這才是我們憂心的地方嘛 事實上從過去不管是羅部長或更早 我們兩岸共打的一個協議 跟這個互助的請求一直都是存在的 現在剛剛部長也特別提到 本來這個平台還是在的 只是事實上 就剛剛許委員提到的 是不是已經 實際上已經是名存實亡了 是我們擔心的是這個事情啊 所以我剛剛要問的是說 你剛剛提到的有解凍的可能 它是來自於什麼 那就代表說你認為目前是一種冷凍的狀況嘛 再來你剛剛提到說 針對林德福委員問的是說 現在幾位縣市長 藍營的縣市長到大陸去做招商 你認為這個是如果沒有在政治前提底下的 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你認為這八位縣市長是有政治前提的 是接受大陸邀請的 我覺得你這個話說的讓我們很不解 第一 你剛剛提到陳菊跟幾位前賴清德市長等等 曾經登陸大陸的 他們沒有大陸的邀請他們怎麼去 當然都是接受大陸的邀請 那你怎麼判斷這是一個政治上的一個解讀 這是政治立場呢 可不可以請你說明 我想剛剛我也跟委員報告過 有設框架前提的 什麼框架 這個是兩邊不同的 什麼框架嘛你說嘛 陳菊市長跟賴清德市長 赴大陸 不管他主動提出對方接受的 這一個情況之下 在當時大陸的 中國大陸的政府並沒有設置任何的政治框架 什麼叫政治框架 你可不可以明說 政治框架就是 最近談最熱門的所謂九二共識 所以這個是一個政治上的問題嘛 是不是 那能不能我這樣解釋 就是因為蔡政府他不承認九二共識 導致於所有這些縣市長 他必須自己親自登陸去招商啊 去推廣自己的農測產品啊 那難道這也是一種政治作為嗎 自己為自己的縣民去爭取福利去找出路 這個難道是也是叫政治作為嗎 有些部分是不能用 所謂的政治框架來作為 行為的條件 我現在搞不懂齁 政治框架就叫做九二共識 這個叫做大陸給我們的框架 那為什麼以前九二共識到現在 馬政府的時代也是 就是用九二共識 其實我們到現在為止沒有任何有 你說有出賣台灣嗎 或者是有任何的狀況嗎 所以我不曉得你所謂的九二共識這個框架 是大陸給我們的 然後我們就要拒絕這個框架 所以我們的縣市長去 這個就是要做政治框架 我不懂你的理論在哪裡 我想委員應該比我還清楚 有加文字跟沒有加文字的情況是會有不同 我覺得副主委我們這樣討論 事實上是很難有一個 我們很難有共識 公義沒有交集 所以今天邀請你來 不是認為說你很厲害 你在這邊幫你們的政策辯護 幫你們的組織辯護叫做很厲害 你就升官的比較快 不是這樣 我希望你用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在這裡跟大家好好的討論事情 那我再請教你 那五二零之後 你們現在積極跟具體的做法是什麼 我們不斷的釋出善意 那善意是什麼嘛 你只有口頭上講嘛 譬如說IKEA的部分 我們很早就提出說 我們希望能夠去參加 然後我們也不斷的請求釋出 希望中國大陸的部分 能夠諒解跟同意我們去參加 然後我們當然也尋求國際各方的友邦的一些支持 這都是我們的努力 那最後的結果是沒有成功 這是一個事實 我可以請教一下 你之前有提到 我們在九位有成功爭取 這個就是可以去探視的 那為什麼是這九位是成功 其他不成功的原因是什麼 後來我相信 中國大陸改變他的想法 所以這九位是比較早之前去做交涉的嗎 是這樣嗎 是 沒錯 那我要跟您報告另外一點 就是剛剛邱部長也有提到 他對於我們兩個部分是有意見的 第一個他所謂的制裁犯罪 就是我們這邊司法院的法官判刑的部分 他們認為太低 跟他國家的法律制度來比 這是第一個 第二是有關於張物的緩還的部分 因為他認為他們的受害的金額極為龐大 那這一部分 我們國家因為體制法律的關係 沒有辦法完全的緩還給他們 因為我們需要找到受害人 那實際上我們找不到受害人 所以呢 他們也沒有辦法去收這些錢 這兩個主要的原因造成 後面我們連本來爭取到 因為中國大陸人民是沒有辦法探視 在受 在那個判決之前是沒有辦法探視 我們已經爭取到 以前是爭取到可以探視 那連這一個部分都一併就 遲緩或者是拒絕 嗯 那個我想針對兩岸共打的部分 那個邱部長他也剛剛也說明了 我在這裡還是再次的提醒張副主委 當然依我們入委會的角色 我們希望你們可以更積極的 而不是說只是口頭上說了一些漂亮的話 讓我們國人聽 那能不能有更具體的作為 當然這個最重要的還是看上面的一個態度 那最主要你們底下的能不能更勇於去認識 我覺得這是我們在這裡給你們做一個提醒的 最後我要再請教那個邱部長 就有關於剛剛 就順著我們張副主委的話講的 您剛剛也特別提到 現在兩岸之間 你現在也開始在洗錢防治法 包括在詐欺飯也加重了這些的行者等等 那你認為即便我們提出了各種版本的修正 特別也在大陸這方面的要求 我們自己國內我們也修了這樣的法 那對兩岸的共打 就目前現況來講 會有更實質的幫助嗎 我想一定會有一些幫助 我們不只是因為大陸這樣的期盼 我們也檢視了一下 確實我們的電信炸機已經在國際上 也實在是也蠻丟臉的 所以多重的因素也讓我們修了這兩個法 就是洗錢防治法跟這個所謂的這個組織犯罪 那洗錢防治法當然它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剛剛有提到 我們大家都知道 所有犯罪的被害人 他最氣的就是說 他的損害能不能盡快的給他回補 那我們在洗錢防治法裡面呢 希望能夠設置一個基金 那這個基金呢 我們能夠呢 跟司法院的法官溝通 因為如果剛剛我所報告的 現在目前我們的法制是 一個被害人他多少金額 我們就返還他多少金額 但是呢 我們現在扣到的金額 可能都會多 因為有的被害人沒有去報案 或者說他報案的情況 不一定要一致 那這個就透過雙方司法單位 來做這樣的一個協議 說你負責你那個部分 我負責我這個部分 那這樣的話就能夠盡快的 把這個錢還給這個被害人 那這個都是我們現在在努力的這個機制 那我想大陸方面他也知道 我們有在做這方面努力 那也許就像他最近 他也反反我們 這個六月到八月 反反我們六個被害人 大概三十七萬人民幣 那我想這個都是好的 他們也有在做這樣的回應 那只是我們希望 慢慢再把他加温回來 好就是說其實政治上的處理 它是另外一個層面 但就各位的角色來講 如果能夠有一些更具體的作為 例如你剛剛提到的 我們修正了這幾個重點 對國內對大陸來講 他們也相當關注的事情 那同時呢 在這方面又能夠有具體的成效 這是我們所關注的 謝謝 好 謝謝兩位謝謝主持人 來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接著邀請段儀康委員發言 那抱歉 在段儀康委員發言之前 我先說明一下 1月11點之後呢 我們法務部是由我們 陳政務次長陳明堂來列席 因為那個部長 因為有 昨天有特別跟我請假 有個11點之後要離開 那我有特別准假 在這邊跟委員會做個說明 那在油美女委員 質詢完畢之後 我們休息10分鐘 謝謝 我們邀請段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請邱部長 麻煩 部長是不是 那你可以等 沒關係 請陳次長 次長謝謝 喂好 陳次長這個 對於 我們這個電信詐欺案 那麼陰案 現在積壓在中國的這個本國的嫌疑人 我們的態度是一致的 對 必須要設法 讓他們回到台灣來接受司法的審判 那為什麼我們會對520之前的法務部 會這樣的質疑跟指責 的重點不在於人有沒有回來 當然也是重點 但是呢 為什麼態度會不一樣 因為 在520之前 包括羅英雪部長 包括那時候的國兩司的陳司長 給我們的感覺 是當大家在群情激憤的時候 他告訴我們說 要冷靜不要流於民粹 當大家認為說我們擁有司法管轄權的時候 他們告訴我們說 應該要尊重 中國的司法管轄權 今天 有可能局勢並沒有改變 但是政府的態度改變 我們都知道 很困難 但是我們希望 能夠堅持 要去爭取 在520之後 6月8號 土耳其的52個台灣人 9月13號 印尼的31個台灣人 這83位 都會陸續的回到國內 來接受司法的審判 我們希望 能夠秉持這個原則 盡量再去爭取 但是我今天要借這個機會 要跟法務部 談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防陶機制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用一個個案 來跟法務部請教 這個 當事人名字我就不要講 這位 這個當事人 在1月3號 他已經 陰案 在 桃園 服刑 在桃園女子監獄服刑 這是一位女士 他因為 詐欺 因為違反公司法 所以 已經在服刑 1月3號 他另外一個案子 詐欺案 判刑定驗 七年半 判得很重喔 那他還在繼續服刑 1月3號 定驗了 那有沒有 執行呢 還沒有執行 1月3號定驗 1月25號 這個 台高院 寄了這個 審判書 寄了審判書 但是因為 過年廉價的關係 所以這個審判書 寄到送達當事人 等等這些 因為又遇到 年假 年假 過年了 所以一直到2月26號 才由台高院移送到台高檢 2月26號 這個當事人呢 在桃園女子監獄啊 2月4號 申請假釋 這個假釋什麼時候獲准呢 2月24號 假釋的申請 破準了 2月24號 當天的下午 矯正署就聯絡了 台北地檢署 所以你現在這個案子 已經定驗了 你應該要接續執行 因為人現在關在 這個監獄裡面 那他現在申請假釋已經準了喔 你現在沒有 我沒有收到你說要接續執行啊 那到時候人放出去了怎麼辦 結果呢台北地檢署說啊 因為我還沒有接到 這個法院的通知啊 我沒有辦法接續執行 所以台北地檢署的書記官就這樣回了 矯正署 然後這個案子就這樣子啦 然後你記得2月24號 你記不記得我剛剛講幾號啊 台北地檢署收到 26號 對不對 所以等到2月26號 台北地檢署就收到了 這個 這個台高檢轉來的 這個執行的通知 那2月26號他收到通知之後 他是不是應該要通知 這個監獄說我要接續執行 對不對 2月26號收到了 接下來2月27號 228連假 272829三天放假 所以等到台北地檢署把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送到矯正署的時候 不是對不起我更正 台北地檢署應該是這樣子 這個 呃 呃台高檢要給台北地檢署的時候 是已經2月26號之後三天連假 所以台北地檢署收到這個通知的時候 是3月1號下午啦 因為中間遇到連假 所以等到3月1號下午呢 他你知道這個當事人什麼時候假釋嗎 3月1號上午 所以呢 第一個因為遇到過年的年假 然後第二個遇到228的連假 然後再加上我們現在的法律的規定呢 他一定要等當事人要收到這個判決書之後 對不對 所以呢 就這樣 即便 因為 假證署知道 他判決確定了 另案判決確定 也通知了台北地檢署 即便台北地檢署也知道了 但是因為沒有收到台高檢的通知 所以就這樣喔 讓這個當事人在3月1號上午 就走出了監獄 然後呢 地檢署在3月1號下午 才收到了執行的通知 然後這個當事人呢 就沒有再回到監獄過了 一直到現在 那我自己是在 今年的年中啊 接到檢舉 說為什麼這個當事人啊 已經判刑確定了 現在都在哪裡跑跑跑跑 才去了解這個案子 然後才去問北檢 所以北檢啊 就在今年7月1號 就發佈通緝 7月11號就發佈通緝 通緝這個當事人 那如果 包括矯正署 包括台北地檢署 不是這樣官僚的坐在那邊等 說我這個通知還沒有接到啊 你叫我怎麼辦啊 如果我們這個法律對於房逃 不是那樣寬鬆 那怎麼會讓一個 已經因為詐欺 在監獄服刑的受刑人 居然在判刑確定之後 還可以提出假釋 然後還可以這樣走出監獄 然後還可以這樣逃亡 就不見了啊 就找不到他了 他就不會他就沒有到目前為止 就沒有再回到監獄去服刑了啊 第一個 我們法律所規定的房逃機制 該不該檢討 房逃機制是該檢討 那就這個 剛才委員所指教這個部分的話 各樣我們在做會後檢討 但是呢 中間的橫向聯繫呢 確實不足 這一點呢 過去以來 尤其最近這一兩年以來 我們都要求我們所屬機關 以矯證署為例的話呢 一定要 不一定要聞來聞去 電話或傳真 有啊 矯證署2月24號 當這個假釋 已經下來了 就去聯絡了北檢 對 啊北檢的書記關 聯谷的書記關 給他們的答覆很簡單 我還沒接到通知啊 所以我沒有辦法 那北檢知不知道 這個案子 在審理的過程這個被告 嗯 是受刑人 一定知道 對不對 對 法院知不知道 也一定知道 法院可不可以 在做判決的時候 就說我 就就就就就就 裁定就接續執行 也可以 那檢方可不可以提出申請 也可以 但是沒有人做 為什麼 因為都坐在那邊等通知 對 那北那 這個假證署 去處理這個 假釋案的時候 當然法律的規定 假釋案是因為 對於這個案子 他就 法律規定不用 不考慮另案 對不對 對 但是你在實務上面 你要不要去想 說這個 當事人當他提出申請的時候 他已經判刑確定了 判了七年半 我在處理他的假釋案的時候 我要不要把這個列入考慮 我在時程上要不要處理 我要不要等 即便 在審理這個假釋案的時候 我在做可否的決定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 拒絕他 但是我在執行 我在把它放出去之前 我要不要等一下 我可不可以這樣做 我可不可以等到北檢 告訴我說 你到底 我能不能把這個人放走 我才做這個動作 都可以 但是呢就是 都少了一條金 都少了一條什麼樣的金呢 都少了一條說 我可不可以 檢察官起訴這個人 經過法院的判決 他已經在在監服刑了 我怎麼樣 執行司法的正義 大家都是看公文啊 等通知啊 這就叫什麼 這就叫官僚 這是不是一個 只有這個個案 我不知道 但是請法務部調查清楚 要給我們一個說明 說這個案子為什麼會這樣 除了這個案子 還有沒有其他的案子 整理給我們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鄧委員 我們藉著邀請油美女委員發言 主席 主席還有在場的委員 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 大家早安大家好 主席我是不是可以請我們的 陳次長 邀請陳次長 好 陳次長好 陳次長 今天的這個主要談的就是 兩岸的互助共黨協議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這個兩岸的目前的 這個司法互助的情況呢 那從今年初的 這個逢信國人的這個事件以後 那我們陸續也發生 好幾起這個 境外的這種所謂的境外涉嫌犯罪 然後被遣送到中國去的這些事情 那當然在這件事情上面呢 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這牽涉到我們整個一個 司法主權的這些的問題 那中國呢也因為九二共識 所以對現在目前我想 這個兩岸共打協議 是一個幾棟棋 但是呢就是說 即使是在這樣一個情況 我們好像也不應該就是說 因為陷入到這樣一個 膠著跟僵持的局面 那我們就劃地自憲 事實上我們可以利用這樣一個機會 好好來檢討 就是說好今天如果說 把這個嫌犯送回來台灣 其實也有幾件送回來台灣 那在治理這樣一個情況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兩岸之間 對於這些的所謂的境外證據 在我國適用的這個問題 我想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因為今天呢這些嫌犯好今天好 中國哪一天突然把所有 全部的嫌犯都送回來了 但是他證據不拿回來 或是他今天的證據 其實就只是憑著公安的所寫的 這些的筆錄 那這樣拿或是他的一個見識報告 那這樣子過來 那我們法院在審理的時候 要傳證人 證人不來 要叫公安的這個所謂的見識報告 要叫他們過來作證 他們也都不過來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 以我們我國在刑事訴訟法 對於被告的這些的保障 讓他在憲法上的 刑事訴訟的這些的權利 跟中國對於人權的保障 我想這是一個天壤之別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在我們國內 我們這麼多年來 一直在例行的 就是無罪推定 你必須要充足的證據 確實的證據 你才能夠入人於罪 甚至如果你要判人死刑的話 你也是必須要有 確實明確的證據 這些證據 都必須要經過正當的法律程序 然後主義去非常嚴格謹慎的 去審酌之後 你才能夠去定罪 對不對 但是今天 在這兩岸的共黨的情況之下 中國他的這個 所謂的他們的這些 對人權的保障不周到的 刑事的訴訟跟我們的規定 不一致的這種情形之下 他今天所送來的證據 哩哩哩哩哩哩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應該要怎麼去處理 我想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也是我們現在 在兩岸談判 沒有辦法進展的情況 膠著的情況之下 剛好我們可以好好來檢視 這些所謂的境外證據 在我們國內 怎麼樣來適用的問題 那這裡其實有一個 非常明顯的案例 就是杜氏兄弟的問題 我想杜氏兄弟 在2014年 要仔細死刑的時候 我還打電話給次長 對不對 要求你們槍下留人 但是你們還是這樣 把他避掉了 那杜氏兄弟 今天所留下的 這樣的一個遺憾是什麼 當然我們知道說 發生在2001年的時候 然後在這個廣東 這個南海市 所謂的強盜殺人 五條人命的 這樣的一個案件 當然這是一個 非常重大的一個 刑事的案件 但是這樣的一個案件 今天把這 認定說是這個 所謂的 都市父子 然後兄弟 他們三個人所為 他所憑的證據 就只是所謂的 大陸公安 他們所送來的 這個鑑定報告 再加上這所謂的 這個一個所謂的 計程車司機 他的一個證詞 但是這計程車司機 我們要求傳喚 他們說公安 說找不到人 你想在中國大陸 有可能 一個人來作證之後 公安找不到人 你想這有可能發生嗎 這個很難講 很難講 對不對 通常我們知道 通常用一般他們的這種 所謂對人權的 保障的情況之下 來推估應該是不太可能 那對於公安所謂的 這些的鑑定報告 裡面有很多的瑕疵 他對於這裡面 他也沒有去做一些的 所謂的 譬如說他對於 他對於這所謂的 斜腳印 那他也沒有去做一些 所謂的比對 然後對於這些的 這些的刀痕 像說他講說 這個計程車司機講 原來證詞是講說 他帶著這個 都市的兄弟呢 去買西瓜霜 第二次的證詞 變成西瓜刀 我想西瓜霜 跟西瓜刀 是相差十萬八千里 那這麼嚴重的 一個不符合的證詞 那甚至呢 就是說好 今天有講說有西瓜刀 那對於這些刀蟹的 這個刀蟹的這個比對 他們也沒做 那甚至呢 就是對於這所謂的 裡面指甲上的 這個所謂的DNA DNA的鑑定也沒做 等等 所有這些的證據 真的是非常的粗糙 那在這麼粗糙的情況之下 如果說好這些的證據 如果是在我們國內 我們是絕對一樣一樣的去做比對 不可能說我一個鑑定報告 一個人所寫的鑑定報告 就全盤照單接受 但是我們看到說 因為法院呢 雖然這個案件 也歷經了這個 多年的這個五次的發肥 那最後還是判決死刑 但是要注意 在地方法院的時候是判決無罪 那當然這種案件 這種證據不足的情況 要嘛就是死刑 要嘛就是無罪 這是一番兩瞪眼的事情 但是這裡我們要去看的 就是說 對於這種境外的這種證據 當你沒有辦法 要傳證人 證人不來 這個所謂的鑑定報告 就只有那麼一份 而所有的證物 全部是只有影印的照片 這照片的這個所謂的影本 那全部呢 都沒有實物的證據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 好今天法院要去判決 那這時候到底我們應該怎麼辦 對於這樣的一個 我們要境外的證據 我們來看看說 我們跟中國的這個 所謂的兩岸互助 這個司法協議裡面 其實裡面的規定是非常粗糙的 但是我們跟美國的司法互助協議 你們是規定的非常的清楚 對不對 對於證人應該怎麼樣 互相在那邊結務 應該怎麼樣取證 對於這些見識報告應該怎麼做 我們在這個台美的這個司法互助協議裡面 是寫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我們有沒有可能 對於我也知道說法務部裡面 現在也在你所謂的司法互助的這個法 那這個部分你們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來 那在這裡面有沒有可能把這個部分補齊 好 跟委員報告一下 第一個呢 就兩岸這個部分 我們並沒有話題自限 在520以來 雖然其他人的部分沒有進展 但是這個相關制度面 我們在報告裡面有提到一部分 那這關於第二個 證據能力的問題的話 確實我們很慎重 我們在上個月呢 要國兩師呢 也自我來檢討一下 從我國 就國內 最高的判決 我們也摘入了一些來看看 到底在什麼狀況之下 比方說 依據這個公安 就公安比錄來講 舉這個為例的話呢 兩岸那個施法互助協議的第八條 要透過施法互助管道 但是這個管道 要到什麼程度 比方說包括視訊等等這些 都是需要檢討的地方 這一部分我們法務部有在檢討 那當然也要 這會牽涉到司法院 這一部分我們在做努力的處理 那基於無罪推定這一點 也是我們在人權上一定要保障 事實上我們過去呢 也跟大陸有提過這樣的經驗 他們在2014年也新的那個訴訟規則裡面 可以請辯護律師等等這些 他們也在做其他 學我們台灣 做一些其他改進 但是呢 當然他在進展上面 沒那麼的 不能像我們現在的人權上的保護那麼多 那為了避免冤案錯案假案 所以在死刑犯的部分的話呢 最高檢他們已經有成立一個小組 就是針對現在的所有死刑犯 如果有爭議的部分呢 他們怎麼會有檢討 那關於一般案件呢 區部長呢也邀檢查師來研議 大概放在台高檢呢 對於有爭議性的冤案或錯案呢 來做整體性的檢討 就個案來講 因為不可能全部啦 變成第四省也不好 這部分呢我們有在做努力的改進中 剛才提到司法護助法的話呢 因為司法院還有一些意見 你們大概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來 我們會展相關 那我們看半年內啦好不好 半年內會提出來 好 那你們在司法護助法裡面 是不是有針對這些的問題 把它好好的去討論 可以 因為事實上我們也知道說 在這個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 就是都市兄弟的這個判決裡面呢 他就說因為傳不到證人 那因為有這天令報告 所以他就用所謂的傳聞證據的例外 那事實上傳聞證據的例外 不應該是這麼的寬鬆吧 對不對 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全部都是例外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是說 我們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 對於這個被告的一個保護的刑事訴訟法 尤其對於這個傳聞證據的例外 他其實是有非常嚴格的一個規定 那在這樣一個嚴格的規定的情況之下 我們希望說對於這個所謂的境外證據 在適用的時候 其實也應該是這些嚴格的規定 那所以在你們在定這個所謂的司法護助 這個專法的時候 是不是也能夠比照 就是我們在跟美國的台美的這個 所謂的司法護助協議裡面 關於這些取證的這些部分呢 也能夠是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規定 好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部分 就是說在兩岸的這個共打協議 這個目前這個所謂的 膠著的一個狀態的之下呢 我們從境內的這個取證的這一塊 那能夠去加強 我想不管人權你到底是在境外犯罪 或是在境內犯罪 他所應該受到的保障應該是 所以他不應該是說 我今天在境外犯罪了 然後送到國內來 然後就說 就草率的去接受 人權比我們低 然後整個一個司法的保障 比我們低的這種情況的這些證據 然後就驟然的去判決 我想每一個人命 都是一樣的價值 所以他不應該是被草率的對待 對 是 OK 好 謝謝 謝謝佑委員 好 謝謝佑委員 謝謝次長 那我們現在休息五分鐘 可要不要 不要緊 成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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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是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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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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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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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